澳门政府公布了最新修订的博彩法 订明赌牌的批级数量最多是6个 期限不超过10年 其实大家之前也有点担忧 不过看到星期五下午 其实都已经预先炒气了 还有见到美股的交易时段 在澳门有经营博彩业务的 美国的赌业公司也有一个比较大的升幅 先讲那个文件 你觉得是否真的好利好呢 第二就是说今天预期开市都会继续升 去到什么位置你都觉得还可以追入呢 你说是否利好 其实你看美股那时候的高估的反应 或者你今早开出来 看到一只都可能升一升 一定是利好的 我们现在要想的就是说究竟有几大帮助 是否可以将九月份以来的跌幅 完全收复实地 因为其实就算这些现在未定 假设开在这些价位上 其实跟九月那些高位 倒下来的时候 还有几大段距离 就是你这些位置买博 它上回九月份以来的失地收复了 可以拿到差不多三四成的升幅在那里 银预少一点 也有一成左右 但是留意一下就是 如果在赌牌上的风险 的确是明显地降温的 特别之前持有副牌那些 跌得比较多的那些 那的确这一轮 低位弹上来的时候 动力是比较多 但是我们在说 这个博彩法九月份时跌下来 倒牌只是其中一个风险因素 不是市场最关注 或者最担心的一样的 你问我 我觉得九月份的时候 我不担心金沙 它真的没有了牌 要给第二间做的 当然我不担心 市场旁边的人会担心 市场的确是有这个想法 所以今天也有反映出 但是还有一些担心的 比如是什么 比如会不会引入政府的中介 引入更加多的政府机构 进入这些公司上面 在坦博的股权 那的确在一个资讯文件上 之前也有说过 应不应该这样做的 看到最终的答案出来 就好像没有事 所以这个也是说 其实支持股价性 我觉得其中一个原因 起码短线不会看到 一些很明显的坦博效应 所以说一些限制他们的分红政策 也没有出来 看不到 但是问题就是说这些政策风险 这次咨询没有 我之后可以不用这次咨询 说要一个政府人员回来的时候 你都不能死腦 所以你说其实 是不是一天都过去了 是不是可以上到九月的高位 这个就真的从有保留空间在这里 其实你说这一刻博彩股 我觉得很容易避免的 有货也持有这么久 你都是在博政策 未来会转远 那就继续持住了 但是最尴尬就是说没有货 今天升那么多 你快去追的话 那如果万一 就是之前说的一些不愉快的事件 又再次出来的时候 当然应该就不会突然间 180度转变 但是你说我会这样看 现在的澳门博彩股就是说 你博一样的就是政策风险 我觉得不会再特别再好返 又不会再特别再反复 但是就是说 还要看行业的复苏力度 简单来说 刚刚提及到的各种数字 Omicron 疫情状况 你当回去旅游股那样看 你现在在旅游股那样去看 但是短线来说 好像有点不太好 就是看消息层面上 又在说新烈 又通不了关 就算做到通关 都是有限度 人数上面多极有谱 甚至一个不幸 你现在还有两个星期才新烈 去到下个星期 讲解有什么输入性个案 在大湾区 在中山附近的地方上面 又会出事 就是短线 我觉得这些位置追 就很不划算的 现在市况上买的 就是想直博率而已 升那么多 当然动力会好 但是有货就拿着了 就是说上个星期五 大家都知道 邀息出来的时候 你不相信 出来的消息都OK了 你想想之后还可以计算什么 所以你再升上去就一定是看疫情的 但是以疫情短线来说我觉得是反复 这些位置冲进去就直博率不高 所以有货就拿着了 有没有货的就先看定点 嗯 好 对 对 对 你看 对 对 按摩